欢迎收看小熊市便宜教数学 把这个a.bcdefdef循环化为分数 那我们要先把循环节推到小数点后 所以我必须要乘100 但是我不是平白无故乘100 我是在前面写1%乘上abc.def循环 也就是1%乘上abc 以右999分支def 可以吗 接着我把abc搬到分子 那现在分母是999 所以我是有abc倍的1000-1 所以它是abc000-abc 这里我们刚刚讲到def会顺利的补进这三个动力 000这个位置 所以它变成abcdef-abc 分母是999 然后再把两个0乘到分母里面 就会得到这个结果 9900分支12345 画循环小数会变什么呢 其实我们就是把刚才的动作倒着做 倒着做 所以这个题目我就不重写了 我直接从等于 我们刚刚最后是把那个100 100乘进来 所以我们现在最后第一个步骤是把100提出去 对不对 99分之12345 然后呢 我们这个等于就变回这个状态 那这个的 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呢 它是把带分数化假分数 所以没有错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假分数化带分数 那1299分之123454 哎怎么样呢 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介绍的话 我说 这个 所以99分之上面的这个 123 00的部分 是123倍的100 那你把它123抓下来的时候呢 它上面其实会留下123个1 所以 它会留下99分之123 可以吗 所以这里呢 我们会写123又 99分之 45 加123 也就是说我这个 12300被我抓下来 123被我抓下来放前面的时候 上面会多加留下来的123 可以吗 那于是它会变成 1%乘上123又 99分之168 那你就会发现 这样子还是 还是超过99嘛 那再加1下来啊 所以它是1%乘上124又 99分之69 OK 那到这里为止 没有没有问题的话 就稍微讲一下 也许有的人会觉得说 那你这样子 我画一个 假分数 画带分数 还要搬两次 有没有 我们第一次搬123嘛 结果后面加了123超过99 还要再搬一个1 这样不是很麻烦吗 那一直以来 我的建议就是说 我们宁愿选择步骤多 可是容易想到 又一定会做对的 像比如说 你如果问我 这个29的平方是多少 那我跟你说 我没有硬在背这个29平方 可是我每次遇到 我都用30-1的平方去算 30-1的平方是900-60加1 那我是要写给你看 我如果心算就是2秒的事情 841嘛 对不对 那如果是19平方呢 就20-1平方 400-40加1 所以是什么 361嘛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找一个 一定会算对的方式 让自己很快的把它算对 而且很容易想到的算对 那我会觉得 比如你说要不然硬去除 又很难除啊 对不对 然后硬要去想说 这样子一定会多1 所以我不要提123 我要提124 你光在那里 犹豫个老半天 那个时间都花得比我9 所以我们这样就把它成功的提下来了 那于是它就会是1%乘上124.69 69循环 所以结果答案就是1.2469 69循环 如果刚刚那题没有问题的话 那这个990分之234化为循环小数 来现在做一下 1.10分之1乘上 1.99分之234 第一步把这个0提出去 第二步 假分数化带分数 所以是1.10分之1乘上 怎么样呢 2拔下来上面会留2 因为你是把200 拿出一个2的话是 拿出2个99 所以上面会留2 这样可以吗 好 第一 那看这题 将555分之202化为循环小数 我们先不管后面的东西 那这个怎么化为循环小数 所以就是说 我们前面的一个知识点 我们把循环小数化分数之后怎么样 分母会有一堆9 还有0 这里 循环节有几位就有几个9 不循环节 不循环的小数位 有几位就有几个0 所以这个 我们要先怎么样 把它的分母化为 几个9和0 那怎么化为几个9和0呢 有5啊 它不是循环 它不是999 它是55啊 555其实跟1110只差一个2 你看这就是我们2跟5乘起来是10 这也是我们这个单元在要你们熟悉的嘛 所以其实我们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把它上下同乘2 变1110分之404 然后还要再乘以9 我们写等号不要写箭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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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分之 3、6、3、6 是不是 然后呢 整理完了之后 画循环小数 还记得怎么做吗 记得的话按个暂停自己做 那我们直接来咯 要先把0抽出来 乘上9、9、9、分之 3、6、3、6 就会变成 10分之1乘上 3拿到前面去是 9、9、9、分之 6、3、9 因为它是6、3、6加3 所以是 因为我位置不够了 省一步 等于0.3639 639循环 到这里 那我们继续看题目 其小数点或DN位 记为AN的话 前50位合起来 那这个就是国中的知识 就是0.3639 639 639 前50个小数位合起来是怎么样 总共会有一个3 和几个639呢 你在这里要去算一下这个 50减1 我们算在上面 因为我要先扣掉第一位 所以50减1 后面还会有49位展开循环 除以3 等于16余1 这样子 所以3加上 16个639是6加3加9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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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加 还会多一位就是第一个 639的第一个6 可以吗 6加3加9加起来是18 18乘以16是17加1乘17减1是289减1是288 288再加9是297 可以吗 可以吗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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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那是十分之一乘上 因为数字很小 我们直接处 724 然后724 所以是22又七分之十一 所以是22.142857乘十分之一是 2.2142857 142857循环 他说如果fn是第n位 然后说这位的数字是4 那n小于50的话 n的最大值 就是在问你说 这个小于50的话 最大到哪一位会是4 等于说第一个是4的是第三位 那第二个是4的呢 因为他每六个一循环 所以第一个是4的是小数后第三位 第二个是4的是3加6是9 小数后第9位 再加6 小数后第15位也是4 所以到50以前 那所以刚刚的讨论 我们就知道说4会发生在什么 4会发生在6的倍数于3 6n加3 结果是小于50 所以6n小于47 那所以n是7 6七次是2 所以他是循环7次 那所以这个6n加3就是 那个42 那再加 6n是42加3是45 所以当然就是小数点后第45位 会是4 那在下面一次出现4就是第51位 超过50 好那这就是这一堂课呢 我们上到这里